林業鐵道是台灣現代花境城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 其中阿里山鐵路於1912年底通車 是台灣最早興建 也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林業鐵道 展覽展出阿里山、八仙山、太平山、林田山等六條林業鐵道系統 從台灣林業的發展背景、特殊路線設計和運材技術 重現百年林鐵文化 大概分成三個區 第一個區是有關林業的整個背景 我們把重點會放在高山的林木、原住民這個部分 第二個展區主要是在講運輸系統 包括我們的鐵路 後來發展出很重要的鎖道系統 木頭怎麼樣從山上到山下 這個我們會做一個完整的介紹 第三個部分是有關於人的 人跟我們未來的發展 林業鐵道有很多的員工過去都住在山上的 他們在山上的生活怎麼樣 那跟我們未來的整個林業鐵路的發展 林業的發展 目前朝文化資產的這個走向或者是生態保育的走向 我們來探討這幾個部分 這個展覽裡面我們特別跟蘇昭旭老師 這個鐵路專家蘇昭旭老師 這個商界的三輛火車 這三輛火車都是跟高山運財 這個有非常重要關係的火車 那歡迎大家來展場看一下這些精緻的模型 林業這個東西其實在台灣的就經濟效益的這個收入來說 它發展時間大概就是20世紀的這個前半段 大概大概六七十年 大概到這個1990年代左右 91年就全面進伐了 那一直到前幾年才有林務局才提出所謂國產財的開發利用 有序的生態性的來運用 那這過去其實我們幾乎忘記了林業這個東西 對我們有非常重要的一個台灣生活的一部分 那包括我們大概只記得林鐵林業鐵路 所以我們藉由林業鐵路這個載體 來了解一下台灣過去曾經有這麼一個 山林的一個故事山上的一些生活 然後這些產業的一個收益 包括它整個運輸系統怎麼發展 我們在這個展覽裡面都詳細來說明 台灣近兩百年有四大產業 包含礦業 糖業 鹽業及林業 而林業可說是上天賜與台灣重要的資產 其中阿里山鐵道是台灣林業鐵道發展最重要的 林業鐵道不僅是木材的運具 更彰顯台灣當時的工業技術 台灣在20世紀初期的時候 我們的林業曾經是達到最輝煌的一個時期 那隨著1990年宣布進發以後 那這個林業鐵道也隨著落幕 那目前僅存的這個阿里山鐵道 我想它是目前擔任的工人主要是客運 運輸這個觀光遊客 以及這個觀光的工人 那我想阿里山目前列為台灣的世界遺產的潛意點之一 那它有很特殊的這個路線的規劃 還有車廂 還有當時這個運材的一個技術 還有當時這個林業工人的生活的點滴 那我們這一次特別展出這樣的一個歷程 我們是希望探討兩個議題 第一個議題是有關這個環境生態保護的議題 那另外一個議題就是有關文化資產的議題 那我想它既然已經目前具有台灣文化資產的身份 台灣這塊土地如果算起來 最少原住民居住在這裡 大概至少有五年五六千年 那如果從建成就從河西建成 大概也將近四百年 那如果說最現代化應該從日治時期 大概有兩百年 林業大概在台灣 大概就是上天試給台灣最重要的資產 它除了提供我們建築的材料以外 事實上它也提供了環保 以及文化觀光等功能 那其中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其實就是山林在呼喚我們 其實就是台灣人民內心之中 最深刻的心靈故鄉 那但是不可否認在山林開墾過程之中 也產生了很多的破壞 尤其對原住民 原住民因為山林的開墾 其實產生很多悲歡禮合的故事 甚至他們的文化語言 甚至土地的流失遷徙 這中間也有很多的故事 包括大爆色事件 包括我們知道的物色事件 不過不管怎麼樣在這些事件過後 我們也都台灣這個土地 也都開始沉思醒悟 那其中在這裡所有的山林發展中 阿里山大概是所有裡面的林業發展裡面 最重要的 它不只是林業發展 它還有原住民的文化發展 它有鐵道文化 各式各樣的文化在我們的阿里山鐵道發展 那在阿里山鐵道其實是台灣第一個 我們所謂的文化景觀的道路 那目前文化部進組成專案小組 在處理的就是我們阿里山成為我們 就是聯合國的文化遺產的一個專案小組 希望結合對它有一些好的影響 將來能夠在全世界發光發熱 台灣林業鐵道特展即日起至2023年10月15號 在台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展出 歡迎民眾前往參觀 探索林鐵百年時光 蘊含的價值與意義 記者林錫會台北報導 記者林錫會台北報導 好 好 好